妳要不要講一下他當時面試妳那個小故事 那個很有趣耶 去市長辦公室 然後他就站在那邊在夾頭刀這樣 做我的喔 妳把洗頭刺 後來他有點不相信我想要參選 他就說那妳就來市府來開我們的城會 我叫妳來開城會 就看他開城會的時候妳的感想妳覺得怎麼樣 非常有效率 我跟阿伯認識的時候 妳跟我講過那個的故事 是因為動物結園的 動物啊 我是因為在那個台北市動物園的黑金剛 那個金剛現在剛送去韓國 去荷蘭了不好意思 叫寶寶 星光人之後慈安基金會 我們有淵源救了這隻走私來台灣的小金剛 所以因為這樣子 有一次在一個活動中那時候 因為畢竟市長的狹區就是管動物園嘛 對台北市 台北市立動物園 認識他 然後後來是因為看到市長有韓選不分區的時候 對 我就趕快把那張名片找出來 然後就 妳是看到韓選不分區才是找他的名片 對 然後跟主席的互動的話也是就是今年4月的時候 我做完月子過一個禮拜 我就去美國 妳要不要想一下他當時面試妳那個小故事 真的很有趣耶 可以嗎 我說去市長辦公室 然後他就站在那邊在夾偷刀這樣 做我刀 我說妳把是哪一位 哈哈哈 後來他有點不相信我想要參選 他就說 他有點懷疑就對了 懷疑 有點懷疑 他就說那妳就來市府 妳來 來開我們的城會 叫妳來開城會 對 去聽那個他的會議 聽城會 OK 妳那時候去跟他開城會的時候 妳的感想妳覺得怎麼樣 非常有效率 然後非常有真實 來一個一個來報 來 切切切切切切 處理處理 非常有效率 就是 對 我在 我不知道公家機構怎樣 我聽說這是很 那妳跟我開 那妳